Hello 大家好! 可能因為5月1日起 豬澳口岸不再限時通關 所以鞏北海關震懾一下 公布今年第一季 鞏北海關緝師部門共立案查處 呂檢口岸一年三次水客走私 入營類案件總共有57宗 案件涉及口岸水客人生藏匿 行李物品夾床偽裝 利用粵澳兩地排車偷運等方式 走私物品種類繁多 甚麼都有涉及Harddisk固態硬盤 酒類、煙草類、食品、化妝品、服飾 電子產品等等 其中在3月20日 鞏北口岸現場官員向緝師部門移交5宗 旅客通過隨身攜帶的斜背袋、 酒私精華液、葡萄酒保健品等物品入境案件 這些案件均屬於一年內 因為酒私已被給予兩次行政署罰後 再次酒私情況 涉嫌酒私犯罪要入營 另外橫禽口岸第一季度 酒液首次查獲酒私黑膠唱片的案件 3月3日 有澳門水客駕駛澳門單排車經橫禽口岸入內地 未向海關申報任何物品 被海關關員折查 關員在車內除了發現有波鞋衣物外 還發現有藥乾的舊黑膠唱片 他曾在去年8月、今年2月 兩次酒私被海關給予行政處罰 案件移交給緝師部門 根據內地刑法第153條規定 如果一年內曾經一位酒私 被給予兩次行政署罰後 有酒私的會處於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驅逆 並處於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罰金 海關提醒進出境的旅客 應該自覺遵守海關的規定 設立被利益驅使 做酒私的違法行為 觸碰法律底線 看來這57宗都跑了三次 被人拉倒 空多吉少 應該要坐一坐 但應該都是在大陸坐的 但不知道在哪裡坐 是不是在珠海坐呢 不過在大陸坐一定辛苦 當然是在澳門坐的了 好,這集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數片尾截圖以為晚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謝謝 好,謝謝 感谢观看